区块链虚拟货币市场越来越夯 一般民众对于这些新兴的投资并不熟悉 所以很容易产生纠纷 去年就有多名年轻漂亮的女业务员 被指控组织正妹军团 利用美貌、露乳沟和炫富的方式 推销各种直销商品和虚拟货币 但是经过检方的侦查后 最近都不起诉 所以8月18号这六位正妹 在台中市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强调他们的专业 希望还给他们一个公道和清白 因为我们在做买卖虚拟货币的时候 其实相关的法规 以及要注意的所有的细节 然后对于消费者需要去交代的内容 其实我们都是有非常 在强力的去把这些东西通过都完成 这六名女业务当中的林若桥说 就是有同业在网络社群上恶意攻击他们 所以才会被检举跟提告 今天他们特别拿出不起诉书 强调他们只是销售虚拟货币 消费者也有拿到商品 呼吁将来民众在购买商品时 要谨慎的研究和评估 才是最好的投资理财方式 在这个市场上虚拟货币很多样 所以等于说很多的同业供给 恶意的供给 然后甚至是请到很多一些假的消费者 假的投资者 然后去封击我们 针对这起事件 律师李学庸也表示 投资一定有风险 民众应该审慎评估 看清内容 年轻女性投入职场 从事业务工作 也要注意自身安全跟穿着打扮 才能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交易纠纷 记者刘一伟 刘文轩李佳金台中报导